在我国的近代时期 整个社会动荡不安 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当中 中国先后经历了清政府 北洋政府等政权的统治 然而正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的动乱 最终导致了许多珍贵文物的丢失 甚至损毁 而由于这些文物的丢失 所造成的损失是惨重的 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一文物 就是当时存放在紫禁城内阁中的 一批珍贵档案 这是一批详细记录 明清时期史料的档案 同时还有大量的 前朝时期的孤本残卷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然而对于历史学家们 示弱珍宝的卷宗档案 对于当时看守他们的人来说 却只是一堆废纸 只不过是出于工作职制的约束 才将他们好生看管 后来由于觉得卷宗数量巨大 甚至打算将这些卷宗烧掉 给后续的文物腾出地方来 好在当时的清朝学务仓士 罗振宇听到的这件事情 他觉得这些前朝的卷宗档案 应该还具有很高的价值 于是亲自跑去查阅 还真让他找出来不少有价值的资料 于是罗振宇向朝廷请求 将这一批档案交由他来保管 在得到同意后 罗振宇将这些档案分文别类 一共分出了八千多个麻袋 然后将它们送往锅子间 但后来随着清朝统治的结束 社会一变动乱 在乱世之中 国子间也免不了遭到洗劫 然而这些麻袋中的书籍 却幸运地躲落过去 因为书籍沉重又不值钱 所以很多人都将它遗弃 但也有一小部分遭到了烧毁 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后 国子间归了北洋政府管理 当时为了填充空虚的财政 北洋政府将主意打到了这些档案上面 他们将这八千麻袋 一共十五万斤的钱朝档案 当成了废纸处理 作价三千元 卖给了当地的造纸厂 好在罗振宇再一次挺身而出 自掏腰包买下了这些档案 但随后几年 罗振宇因为生活拮据 不得不将其转手 卖给了收藏家李胜夺先生 而后李胜夺先生还对其进行了调解 将不少珍贵的资料 送给了好朋友溥仪的人 但后来也有不少的档案流落于民间 然后逐渐消失不见了 后来国家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花钱将这些档案收回时 八千麻袋的档案 最终只剩下了不到三百代 这些档案如今放在了 中国历史档案馆中保存 但缺失的那七千多代历史档案 就这样带着珍贵的历史史料 消失在了世人的眼中 这其中的损失怕是几十个亿也买不回来了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的话 请关注评论收藏转发 咱们下期再见